这是什么人能做这种事 你说是不 这不害人的吗 吃坏了怎么办呢 我们做二多年了 从来没发现这种情况 我认为啊 我就实说 你说不 这种情况肯定是得罪谁的 邻居们议论纷纷 含伙伴也挺气愤 他自个儿合计半天 想不出来到底是得罪了哪个人 有话吧 你就直说 有事吧 你就直来呗 有啥说啥呗 咱们在一起沟通沟通 在一起唠一唠 把这啥事解不开的事 咱把这事解开 是不是 有什么深仇大恨吗 至于这样的事里吗 他说这事 还得从他放在楼道里的 这缸酸菜说起 我家还是一早上五点多钟 听到这个盖响了 一心是谁拿创的呗 酸菜是他今年刚入冬的时候鸡的 他说眼瞅着能吃了 谁撑响啊 叫人给祸祸了 这是头一回缸里扔的东西 也看不出来是什么 他说这还没完呢 没过几天 同样的事又来了 等着第二次我还是又回来 那些捞酸的 也浇花了一下的 一看这个 又是这样的事了 最后一扔在那里头了 扔的话 人家还是就给照下来 那些洗手 你看 说还是这个东西 他吃的是旁边壳啊 还是啥呀 这是啥呀 一团东西刚里飘 到底是啥不知道 他捞出酸菜仔细瞧 这一缸美味恐怕要不饱 二十六颗 二十六颗就五六十块钱 钱倒不多 咋不心疼呢 要你可好了可黄了 文原也不是好味的 没有好味的 这能吃吗 多恶心啊 他们这些东西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万一要是有毒了呢 咱们吃了不得上病了 找谁去 你说个人人吗